卓韻芝與港市員工慈M童 卓韻芝在昨天12-13號宣布 今個聖誕將會舉行一個董督小 當日還會找到嬰毛稀索著性感的睡衣扮董督女 問到卓韻芝在董督小上面自己 會不會有性感演出的時候 她就說 蛤?我玩性感? 二人會不會全部跑去? 乾麥女首先當然是吃東西 究竟一個人 當沒有人看到的情況下吃東西 一個女生吃東西是什麼狀態呢? 應該挺客人的 沒錯 因為女人在沒有人看到的時候 真的很暈眩 我看過那些乾麥女是一炸蒜頭 大家當乾麥女看著前面 就是電視機來的 你應該不會太開心 因為電視來的都是播放的 對啦 你兩個就是聽到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這樣 在這個show裡面 會不會真的要表演性感的? 唉呀 其實大家是不是真的想看我性感的 我真的很懷疑 我怕我一變得很性感 大家立即沒心情 立即中途離場 我也是不是賣性感的 我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加感性 來看這個show 是呀 即日沒有 因為我剛剛回到來 但是我也有呼籲大家去遊行 因為我真的覺得這個是關乎創意工業 我自己是作為創意工業的一個成員 我也希望香港可以有更多百花齊放的一面 希望香港的創意工業可以做得更好 那會不會有朋友或舊友在裏面做的? 嗯 裏面的意思是 那次裏面做的? 有 我一定會認識到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在裏面做的 有份拍劇的 就會覺得很可惜 那天我也有一個很傻的笑話 就是我有一個男生的朋友 他經常都說 我不明白究竟女生 即是 我們等一下去一些敏感一點的話題 那他就說 女生經常都會 在驚奇離的時候 他有一種驚痛 那些男生就說 我完全不明白是甚麼來的 究竟是甚麼事 因為他們永遠都不會理解 然後就突然想起怎樣形容給他們聽 就是好像你拍了一些劇 但不能播放 就是這麼痛苦 那你明白沒有? 那男生就說 我明白了 所以我覺得我這個秀座上 哈哈笑 都應該用到一些生活的例子 去令到男女間互相明白